据爆料称,因为薛之谦曝光了节目组的黑幕,引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了解薛之谦的人都知道,薛之谦一直都是一个很珍惜人才的人,早在明日之子时,对待节目组的不公平对待。 黑幕,薛之谦也是挺身而出,只是当场指出。 这次,经过李文事件,相信那段时间薛之谦即使没有站出来发声,但他也已经不想参与录制其中了。 据爆料称,薛之谦拒绝录制铺黑幕,自从好声音开播以来,相信看过的观众们都知道。 薛之谦一直是一个很会玩梗的人,却在节目里很少有镜头出现,就连他在里面说的话,有时候都前后不达边。 有网友就觉得薛之谦不适合当导师,那你们就没有看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前段时间潘伟博电动转椅事件,让大家看到了蓝台背后的真相,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很猛。 薛之谦更是直接表示,厉害没按自己可以转,可想而知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 薛之谦在面对一些参赛选手时,更是直接表示,我们在后面商量谁要转,如果真的有实力的话,肯定是抢着转。 又怎会是商量,蓝台现在的节目质量就这样了吗?必须靠黑幕才能有收视率。 更有网友表示,薛之谦惨遭针对一下个李文,要不是在现场都不知道薛之谦也在面临和当时李文一样的场景,在一次演出结束后,薛之谦一拳一拐地走向导师位置。 这场景就像当时李文一样,让学员搀扶没有人,自己独自走过去。 薛之谦一直以来都有很严重的痛风,再加上他的大多数舞台都是唱跳,基本也是和李文当时一样,腿有时候也需要搀扶。 他们明知道薛之谦有痛风,还安排大家吃海鲜。 这蓝台真的是不把艺人放在眼里,还是说只管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 先是李文,现在又是薛之谦。 真的是越来越过分,好好的一个音乐节目,被搞得乌烟瘴气,简直就是利益屠宰场。 不管怎么说,希望好声音好好改制下,别忘了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 无数有音乐梦想的人寄托在这个节目上,他们却拿来做利益交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好声音。 看看他们是不是像对待当年李文那样,对待薛之谦,最后希望薛之谦保护好自己,永远真诚地对待每个人。 那音姐姐纳心被捕传闻升级,刘德华被牵连,本人亲自回应尹热议。 这段时间,有关李文事情的风波一直都不曾平息,因为好声音节目的种种行为,也引发大家对这个节目的一致抵触和排挤。 在李文事情被曝光后,好声音节目自始至终都没有出面道歉,如今再被曝出话高价买转身,以及收取大额资金。 似乎是感觉到事情走向越来越严重,这才导致好声音节目出面辟谣不存在这种行为。 这个节目自风波开始后,对李文事情只字未提,却因为高价问题颇受争议。 如今该节目已经进入停播期,虽然后来解释从未有过这些行为,还表示会对造谣者严厉的惩戒。 给公司带来不好影响的言论,都会告上法庭。 但这一切似乎并不能解释网友心中的疑虑,因为李文事情的发酵,该节目更是从开督矢口否认。 如今就算是澄清再多,也是无济于事。 在花高价转身曝光后,那鹰的姐姐那心作为经纪人也难逃大家的火眼金睛。 甚至在该事情曝光后,那心还被曝出为了保命,上交了很多关键性的证据。 前后涉及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刘德华。 后来为了逃命,果断前往香港,之后又传出被捕的画面,似乎一切都在指向事情的真实性。 根据被曝出的消息来看,刘德华和那鹰的联系很好,两人有着长达27年的交情。 在李文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刘德华依旧没有出面回应。 后来被曝出刘德华很早之前就签约了李文的得意门生周飞哥。 在李文事情被曝光后,周飞哥从始至终都没有出面回应这件事。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有高层人物不让他发表看法,所以刘德华就成为大家议论的对象。 也是因为这件事没少受则说。 随着事情的发酵,那鹰不得不出面来回应这件事的真实性。 在8月1日晚,那鹰发文表示从未有过不当的行为,表示从未当过电视节目制片人,也不存在任何不合法的行为。 声明被曝出后,香港被捕谣言似乎不攻自破。 还表示会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在严重影响自身生活的情况下,那鹰表示不会做事不管,已经被侵犯各种权利的那鹰,准备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当真相还未揭晓,我们的心里充斥着无尽的猜测,仿佛精雕细琢的文字游走在我们的思维空间里,却无法真正点燃事情的内核。 宛如一幅未完成的画作,我们努力揣摩其中的含义,却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轮廓。 曾经,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洞察一切,心境如同站在风口浩荡之上,站在洪流汹涌之前,一切皆在眼前。 然而,当秘密的面纱掀起,眼前的世界却变得深不可测。 也许我们太渴望真相的答案,急于将谜局揭开而不愿意安静地等待,窥探其中的玄妙。 如此匆忙而莽撞,只会导致事情的走向偏离,幻想与现实开始交织,矛盾涌现,无休止的争论令人疲惫不堪。 或许,我们应该稍事停歇,将自己的思绪安静下来,让真相的脚步缓缓走来。 只有当调查的结果出炉,真相如同鲜花盛开时,我们才能凭借事实做出定论。 如纸上的文字用字幕编织而成的剧场,乃是人生的写照。 有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命运撕裂的一角,而全部的线索和真相都在黑暗中悄然藏匿。 或许,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待、观望,让命运的演绎展开,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戏剧。 近日,中国好声音2023的数位学员纷纷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声称他们从未接受过广为人知的赚定费,也没有遭遇节目组的压制。 相反,导演组对他们非常友善,提供了时速等支持。 初看起来,学员们的声援有助于好声音节目的复播。 然而,他们的披露与李文和其他学员的爆料截然相反,引发了一种微妙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如果好声音节目没有支付赚定费,制作方只需发表声明澄清即可,对相关责任进行追究,而不必令学员站出来发声。 肉眼可见的情况是,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陷入了困境,似乎无法找到新的方法来确保自己的立足之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条消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 据可靠港媒报道,令整个娱乐圈震惊的消息传出,中国好声音的制片人竟然被警方逮捕。 这位制片人是节目的策划和执行的核心人物,与备受关注的李文事件直接相关。 警方抓捕期间还搜出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似乎涉及多名导师。 警方竟逮捕了中国好声音的制片人,这明显意味着他们已掌握了节目录制过程中的若干罪证。 可能包括赚订费、诈骗比如线上录制节目和线下海选间并行存在的系统以及操控比赛等问题。 此外,报道还提到了与纳因有关的事情。 作为好声音八计的导师,纳因对节目内存在的问题应肯定心知肚明。 如果这些曝光的赚订费实情属实,纳因恐怕难辞其咎。 据悉,最近纳因正在出售它位于北京的一处无与伦比的豪宅, 总面积高达1150平方米,标价高达4.5亿。 这套豪宅的挂牌时间恰好是在8月12日,也就是纳因饱受歌曲争议困扰之后。 纳因为何选择在此时抛售北京豪宅呢? 是否因为它面临经济压力? 显然不是,纳因近期活动频繁,包括参加乐队的夏天三录制、 出席上海春浪音乐节和澳门歌唱等。 这些都是为它创造丰厚收益的机会。 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希望资金变现。 罗刹海事的风波和李文音频事件使纳因成为舆论焦点, 它的短视频账号拥有超过200万粉丝, 留言数量更是达到了千万级,刷新了记录, 这也让它深感危机的压力。 纳因的两场线下活动目前都取消或者延迟了, 理由是生病,综艺节目是否能够正常播出, 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现如今,随着好声音制作人被抓, 意味着参与录制这档节目的人都有可能被拖下水。 对于纳因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 当然了,这一切都处于媒体爆料的阶段, 还没有实质性证据能够证明纳因犯罪。 但不管怎么说, 纳因这一次都难像上一次那样简单过关,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娱乐圈明星常说的一句话, 艺人,应该是未曾学艺,先学做人。 如果人都做不好,艺术造诣再高也是徒劳。 如果说好声音停播,是正义战胜了资本。 那么那因演唱会终止,就是才华战胜了龌龊。 在李文事情爆发之前, 旁人只会觉得刀狼新歌内涵太过小架子气。 而现在在看,刀狼还是保守了, 什么狗狗赢,一秋合简直在合适不过, 甚至不少网友都觉得不够大快人心。 换言之,可谓是天下苦纳因久矣。 一直以来,我们好声音都被网友戏称为那因好声音。 那因前前后后参加八届我们好声音, 结果三届冠军,两届亚军。 没夺冠的几次,也是败给了汪峰这样的自己人。 这要是没点内幕,都对不起这个成绩。 更何况纳因的姐姐纳心, 还是我们好声音的创始人。 一件事情说是巧合, 这么多巧合堆砌在一起, 是不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纳因的那一句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仅仅是纳因在好声音的一个缩影罢了。 其实不仅仅是李文, 就连刘欢、薛之谦、陈奕迅都曾发出过对于好声音的批评。 甚至就算是与纳因一秋合的杨坤, 也曾言语间透露出对好声音与纳因的不满。 据杨坤自己所说, 在第一次受纳因邀请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杨坤整个人都是猛的。 毕竟纳因算是自己的前辈, 要是自己不去, 这不是打主流音乐圈的脸吗? 可等杨坤去了之后更是诚惶诚恐, 怎么到了之后不仅仅有纳因, 还有刘欢和哈林这两位前辈中的前辈, 但那因安慰杨坤杨坤, 所谓的真人秀就是找人设, 只要找到人设之后, 跟着人设演下去就行了。 所以在第一季的时候, 杨坤还表现得有些猛, 可是到了第二季、第三季之后, 杨坤就已经游刃有余, 反正都是演的, 都是在装的。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即便好声音第二季收视率再高, 也始终干不过第一季的原因吧。 毕竟真情还是假意, 观众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怪不得刘欢在参加完第一季好声音之后, 无论那因怎么说都不愿意参加第二季。 怪不得陈奕迅会直言, 当初导演让我和那因拍下一个学员, 我没同意, 就算是强如张慧妹, 也只能对一位喜爱的学员尹会提醒道, 不是你唱得不够好, 而是我们不能转身。 从一开始, 那因与好声音的名声就早已经烂透了。 那因用自己在圈内的人脉 想要捧起来好声音, 却没有想到会被好声音拉下水。 那家二姐妹相继退出好声音, 那能算是自证清白吗? 无非就是吃饱喝足了, 想要趁早金盆洗手罢了。 只是那因或许从来没有想过,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即便是多年过去, 那因都一直是那个被观众所讨厌的家伙。 那因一直以一个上位者的姿态, 对所有歌手说话。 即便是以我们民谣登上舞台的孙浩, 在那因面前依旧抬不起头。 这种高傲的姿态, 一是来源于他的老师古建芬在圈内的地位, 二是来源于他那近乎夸张的架势。 都知道那因是满族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那因算是叶赫纳拉式的分支, 祖上也算是湘兰奇, 和慈禧算是同族。 别的不说, 王燕祖上仅仅只是元明元祝过, 是不是主子还不一定就一直傲得不可放物。 更不要说那因这个彻彻底底的贵族, 光是这个祖上荣光, 就足以让那因面对大多数人的时候, 都保持一个高傲的形象。 然而更要命的是, 那因还有一个特别牛的老师, 那就是古建芬。 提起古建芬都不用多说什么, 但是他全盘承包了三国演艺中的所有音乐。 就连和他合作的作词家王健, 在采访的时候都需要看古建芬的脸色。 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与地位。 要不然说, 有什么样的师父, 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那因本身就傲气, 继承了古建芬的师承之后, 更是傲上加傲, 丝毫不见任何人放在眼里。 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那因就对图鸿刚颇为看不起。 人家图鸿刚复杂的情感暂且不论, 但论音乐才能, 有戏曲功底的图鸿刚不知道甩那因几条街。 这有什么好意思看不起的。 杨坤甘愿称那因前辈, 也不仅仅只是因为那因出道比较早而已, 他那厉害的家世以及师承, 不无联系。 而让那因败心最后名气的, 当属是那句刀狼的歌只有农民听。 当初刀狼出道的时候, 凭借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直接卖出去270万张专辑。 这还是在没有丝毫宣传的情况下。 但这无疑是触动了那因、 汪峰等人的利益。 随着汪峰站出来打头阵, 那因一举成为所谓主流歌手的排头兵, 直接开始与刀狼面对面交锋。 为了打击刀狼, 那因甚至做出过十大金曲, 只有九首这种滑天下之大吉的笑话。 当然, 刀狼对于那因始终没有什么回应。 毕竟刀狼是专心做音乐的, 而那因才是为了挣钱的商人。 不过, 在多年之后, 那因有些反悔, 开始想要收回去这些话, 只不过他忘记了, 互联网也是有记忆的。 那因过去的每一句话, 都已经被所有人记在心里。 这可正是应了老师古建分的那句评价, 那因这个嘴迟早会毁了他。 事实证明, 那因正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 当初对刀狼说的最狠的四个人, 汪峰是所谓主流音乐的发起者, 杨坤是所谓通俗音乐的背叛者, 小高是浑水摸鱼的心思歹毒之辈。 唯独那因, 明明是没有任何脑子的从者, 却背负了最大的说明。 很多时候, 即便很多圈内大佬想要站出来为那因洗白, 尽管公关团队这些年一直在努力, 却依旧无法改变那因的窘状。 事实证明, 从那因甘院开始做所谓主流音乐马前卒的那一刻起, 他的命运就早已经注定了。 自从李文录音事件爆发, 娱乐圈就没有消停过。 一直保持沉默的浙江卫视终于发声称, 好声音节目暂停播放, 网友们只觉得大快人心, 认为在这场正义之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 真是因为人民群众的力量, 逼迫好声音暂停播放吗? 据知情人透露, 好声音一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而这次停播的真正原因, 除了负面消息太多, 最主要是因为有导师临时决定退赛。 节目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导师, 只能无奈叫停节目。 而那个传言中退赛的导师疑似就是薛之谦。 当初, 薛之谦为追求公平公正, 在明日之子上当众摔话筒, 头也不回地离开录影现场。 现场观众骚动高喊, 黑幕, 冒着得罪资本的风险, 只为还学员一个公道, 甚至险些遭到报复, 真性情。 敢说的标签从此就死死贴在薛之谦的身上。 在毛不易还没有成名之前, 许多人都不会觉得他会成功, 华晨宇更是公开承认并不看好他, 只有薛之谦一直支持和鼓励他。 毛不易长相平平, 性格平和, 不会来世, 在如今注重包装, 讲究流量的大时代下, 注定不讨喜。 但他的才华得到了伯乐薛之谦的欣赏, 一次又一次坚定地选择他, 更是大赞他的原创歌曲很优秀。 在其他导师寻找有话题度, 有流量的歌手时, 只有薛之谦一心寻找真正有实力的歌手。 两人无疑是最好的搭档, 薛之谦为毛不易奋不平, 当场叫板资本。 而毛不易燕金四座的原创单曲, 也给了薛之谦最好的底气。 当毛不易站在更高的舞台那一刻, 才华终于战胜了资本, 薛之谦也有了屠龙勇士的赞誉。 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薛之谦, 在李文的事情被爆后, 竟一言不发, 正大光明的形象受损。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薛之谦也发现了赛誉的不公平, 但当他发声时, 镜头无情地躲开他, 当他想说一句公道话时, 镜头却被残忍删掉。 而如今好声音暂停播出, 似乎把薛之谦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那个屠龙勇士没有真正消失, 只是被捂住了口鼻, 无法向世人宣泄他内心的不公。 李文录音被爆事情, 似乎让平日里光鲜亮丽的娱乐圈撕开了一个口子, 露出底下泛着阵阵腐臭味的丑恶真相。 但娱乐圈并不是完全没有正义的光, 不管经历过什么, 要永远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即便李文已经去世, 但为他发声的大有人在。 先是学员纷纷为李文发声, 虽然李佳杰的发声成了一个笑话, 从刚开始的义正言辞到最后进成了墙头草, 向好声音道歉, 被网友朝前到位了。 但不能因为一块坏肉就毁了一整锅好汤, 除了李佳杰, 其他学员也陆陆续续加入这场声讨好声音的狂欢中, 公开爆料吐槽好声音的各种黑幕。 春天播下的种子在秋天丰收, 曾经被李文生前极力维护的学员们也知恩图报, 为他讨回一个公道。 王泽鹏、周飞哥纷纷挺身而出, 晒出和李文的聊天记录, 争取还原事情的真相。 李文在言语间慢慢都是对他们的重视, 很欣赏他们的才华, 也真心希望他们的才华能够绽放。 甚至可以称得上对手的梁静如战队的学员杨灿, 也亲自发声为李文证明。 节目里明理案例禁止导员和学员私底下联系, 但李文还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要了他的微信号, 一直鼓励支持他, 陪伴他度过了那段被淘汰的时光。 这些学员可能咖位很小, 甚至在娱乐圈查无此人, 但仅凭一腔热血也要为心目中最好的导师发声, 不为别的, 只为还他一个公道。 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此刻他们为李文发声的模样, 比一线明星身上的光芒都要耀眼。 连曾经和李文有过短暂交情的学员都肯为李文发声, 更不要提他的好友。 作为李文在大陆上唯一出席了他追悼会的好友, 韩红也在微博上针对此事发出了自己的看法。 言语间能够看得出韩红很理智, 他直言, 我无法对这件事情做评判, 但我期待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 虽看似没有替李文主持公道, 但句句都在重点上, 言语间还是能够看得出韩红对李文所遭遇的事情痛心疾首。 除了韩红, 另一位被李文视为忘年交的真一, 也天天坚持在公开平台上为李文发声。 毕竟别看大家现在讨论的这么激烈, 但网友是最无情的存在, 一旦发生什么新鲜事, 能立刻把他们勾引走。 等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大家继续骂, 循环反复, 该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等热度一过, 该狗的节目继续狗着, 该赚的钱还继续赚。 或许早就了解娱乐圈的真相, 珍妮才会坚持每天都为李文发声, 只有一直维持热度, 才有可能为李文讨回公道。 除了好友, 合作方都看不下好声音的各种操作了, 以前做过的聂中就要反噬到自身。 长春广播先锋电视台率先公开发播表示, 永远不和好声音合作。 其品牌乳业也在社交平台, 以短视频的形式, 在上面赫然写着抵制蓝台, 从我做起。 作为好声音独家冠名合作方, 评论区早就沦陷, 清一色地让康师傅终止和好声音合作。 康师傅最终只能无奈关掉评论, 暂避风头。 深受人民爱戴的, 人民会高高把他们捧起, 而失了民心的, 终究走不长远, 从好声音上升到蓝台。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好声音的猖狂也是有蓝台在后座靠山。 蓝台这些年不把一人当回事, 早就引得粉丝怨声载道, 只不过一切都被资本压了下来, 粉丝们也投诉无门。 高强度录制, 导致高乙祥晕倒延误救治猝死, 张新成扳手腕手臂骨折, 至今胳膊上还留有一条长长的靶, 让张杰和世界吉尼斯记录保持者比吹气球, 最终因缺氧倒地受伤, 逼迫张一山喝辣椒水, 最终竟被救护车拉走。 这一桩桩, 一件件又拿点冤枉蓝台了。 希望好声音这次停播, 能够真正给观众一个说法, 而不是敷衍了事, 也希望蓝台能够把一人当成人。 据报道,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空华文盘中28日再度暴跌, 仅仅7个交易日, 该股从124港元跌至30港元不到, 累跌77%, 市值蒸发380亿。 股价暴跌不说, 李文的前辈珍妮也一直狙击不放。 29日, 珍妮再度发声, 炮轰中国好声音。 珍妮称李文走到哪里都大声告诉别人, 她是中国武汉的姑娘, 这么爱国的姑娘却被自己的国人欺负至此, 珍妮喊话中国好声音于心何人, 并劝解中国好声音, 别为钱丧天良, 别乱用中国名, 别践踏孩子梦想, 别不守法纪, 其他你请随便玩。 珍妮还表示, 自己在李文追悼会上坐在第一排, 当天大音频里不停播放着娱乐圈人士盗文影片, 每个人都对李文说我爱你, 好走, 可是李文音频爆出, 为他发声的圈内人士却寥寥无几, 这让珍妮觉得很是反胃。 29日, 珍妮继续发文, 究竟谁会被记起, 很好奇, 拭目以待。 之后又Q到了柳黎, 泽鹏等人, 珍妮称若没有柳黎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恶行恶状, 怎么会引起公愤, 掀开序幕。 若没有两位知恩图报的学员, 挺身而出, 提出影音证据, 我们也不敢大声穷追始末, 掀开真相, 庞无忌怠。 珍妮还猜测中国好声音内有吹哨人, 故意将黑幕泄露, 否则中国好声音100个小时剪辑成了数十分钟的精华, 却还是暴露了潘伟博电影自动转的破绽。 的确, 在某期节目中, 潘伟博明明双手抱在一起, 压根没有碰按钮, 但椅子却自动转了。 椅子自动转了之后, 潘伟博也是一脸猛的状态, 嘴里还说了一句哇, 可但之后很快便反应过来, 表情很是无奈。 中国好声音风波不止, 也让那音影响颇大, 他先是请辞了春浪音乐节, 之后又取消了演唱会。 10月1日、2日, 那音本定于澳门开演唱会, 还设置了六种级别的门票, 票价甚至比周杰伦的还贵。 可是票卖了两天, 每个档次的都有余票, 号召力大如从前。 29日, 狗仔爆料某风口浪尖的某艺人演唱会要取消了, 随后那音便官宣了演唱会延期的消息。 说是延期, 可是主办方却把票全额退款, 也没官宣重开的时间, 很显然取消了。 演唱会方虽然称那音因为健康问题, 才无法出席演唱会, 因此演唱会会延期举行, 但背后真实的原因不言而喻。 好声音事件没有结束, 仍有人在发声, 也有人受到了影响, 相信只要大家一直关注, 总会等来一个结果。 那音姐发文辟谣, 我没去过香港, 等我告你。 那音和刀狼之间的事情已经越来越难以掌控, 不仅参与的人多了, 综艺节目也多了。 当然, 此时流言满天飞, 以前电话天天响, 看看她为什么这么生气, 要告人。 此前, 网络上有多种说法, 有香港媒体爆料, 妹妹逃往香港机场, 被当地警方当场逮捕。 这样的谣言确实有些过分了, 给那位姐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她还表示, 她为了自保而向姐姐那音表白, 最终从姐姐家收取的财富更是数不胜数。 而这其中就包括网上流传的转账费。 也有人表示, 刘德华公开了那音和李文的关系, 这不仅涉及那音, 还涉及天王刘德华。 港媒还称, 负责人可能被判入狱30年, 听起来确实很恐怖。 难怪姐姐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让她心烦意乱。 但她本人的说法与最近网上流传的说法完全不同。 她表示自己不是制片人, 也没有制作过任何电视节目。 互联网上充满了谣言。 该资深记者也在9月2日凌晨发独家报道称, 她已尝试亲自求证姐姐。 她表示自己从未去过香港, 一切都是编造的。 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 关心她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 她只好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没事。 那些所谓的逮捕毫无根据。 在此之前, 好声音节目组几乎没有与外界有太多的争议, 因为他们遭受了太多的争议。 而站出来爆料的学生就像洪水一样, 纷支踏来。 当然,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定的证据, 其中有一些可以证明节目组对晋级方式不公平, 但这不是个人的事情。 目前声音已暂停, 真实结果还需调查。 但谣言已经扰乱了姐姐的生活。 那因躲到远方去国外旅行, 姐姐还在网上上课。 她实在是受不了这些流言蜚语。 从姐姐的帖子中可以看出, 她确实很生气, 并否认了网上的谣言, 称自己不是老板, 只是有一些工作经验。 她表示, 自己低调不回应, 引发网友恶意炒作, 并利用自己的旗帜获取流量, 因此打算起诉他们。 和那因相比, 那位姐姐的性格确实完全不同。 所以她请熟悉她的朋友想一想, 她有可能做那些事情吗? 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面对这些近乎确凿的爆料, 好声音始终不承认, 称这一切都是假的。 但最终该具被停播自查, 但时隔这么久, 却没有相关信息被披露。 不管如何, 在官方表态之前, 港媒做出如此恶意炒作, 不仅污蔑那英姐, 还抹黑刘德华, 确实不妥。 姐姐发完帖子后, 应该安静了好几天了, 这几天就是在等好声音的结果。 无论结果如何, 对李文的伤害都无法改变。 有录音, 有视频, 李文确实在那里受了委屈。 然而, 无法改变的更多的是无心, 我还是想尽快给出结果, 给谣言一个解释。 其中, 最让网友难以接受的是, 尽管他曾经出国旅游, 并参与了然而纳英的生活。 本以为李文录音事件, 会再次将纳英推至舆论风口。 但结果仅仅, 9月2日, 娱乐圈评论人宋祖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 我想必须说几句。 如纳英这样的歌手, 欺负姚贝娜, 欺负刀狼, 欺负李文, 尤其是李文的录音片段, 令人心寒。 因此, 我呼吁像纳英这样的人永远离开娱乐圈。 我希望我们的娱乐圈不再给予纳英任何机会, 不让他再赚一分钱。 尽管言辞简短, 但从这五个字可以看出, 宋祖德对纳英非常厌恶, 对他的处事风格深感不满。 宋祖德的言论一经曝光, 评论区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种声音认同宋祖德, 认为纳英确实损害了娱乐圈的风气, 英语以封杀。 第二种声音则对宋祖德抓住热点发生提出质疑, 认为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胡乱发表意见。 宋祖德确实以抓住热点话题来获取关注度, 这是他惯用的方式。 此外, 截至目前,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纳英对姚贝娜、 李文存在实质性的欺负行为。 相反的, 如果好声音节目真的存在, 作为八级节目导师的纳英将无法逃脱责任。 因此, 决定纳英是否被封杀, 是否离开娱乐圈的权利并不在宋祖德手中, 而在于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 结语, 李文录音事件的持续发酵引发了网友们长时间的讨论。 至今, 关于好声音节目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 而纳英似乎并未受到此事的影响。 然而, 娱乐评论人宋祖德的呼吁却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在宋祖德的言论中, 他指责纳英欺负了姚贝娜、 刀狼和李文, 尤其对李文录音片段表示震惊。 他呼吁纳英永远离开娱乐圈, 并要求广电总局封杀他。 这一评论引发许多人的认同, 他们认为纳英的傲慢和不当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并支持对其采取封杀措施。 然而, 也有人对宋祖德的呼吁持质疑态度。 他们认为宋祖德只是响蹭热度, 没有提供实质性证据就随意发表评论。 他们质疑宋祖德的真实动机, 认为他只是追求关注度而已。 对于网友们的态度, 也有一些人表示理解。 他们指出宋祖德喜欢抓住热点话题, 而纳英是否被封杀, 是否滚出娱乐圈将由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决定。 随着李文录音风波的不断发酵, 人们对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抱有希望。 总的来说, 李文录音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好声音节目的关注和讨论。 宋祖德的呼吁以及网友们的不同反应 展现出对那英和娱乐圈问题的关切。 人们期待着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 以揭开真相, 对该事件做出合适的处理。 港媒报道, 好声音制片人被抓, 那因深夜卖4.5亿豪宅要移民。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最近, 中国好声音2023的学员们纷纷站出来, 带着吃瓜群众的疑问。 发声称, 他们并没有收到传闻中的转定费, 也没有遭受节目组的打压。 他们坚称, 导演组还体贴地提供了伙食费和住宿费, 对他们可是很好低。 好像是在帮节目组洗白, 但是小编我总有点小小的怀疑。 这是,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如果真的没有赚订费, 节目组怎么不早点发表声明辟谣? 偏偏是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学员们突然集体站队, 感觉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好声音这个节目, 怎么说呢? 最近真是乱花剑语迷人眼, 不过好像是被各种风波磨练得有点快要支撑不住了。 就在大家的关注还在好声音上的时候, 突然传来港媒爆料说, 中国好声音的制片人竟然被警方逮捕了。 听说这位制片人可是整个节目的策划和执行核心, 与之前李文事件息息相关。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狗咬吕洞宾, 不知好歹? 想想都觉得刺激, 警方是不是已经拿到了一堆硬材料? 比如传闻中的转定费, 又比如嫌疑人在操纵比赛, 还有些其他不为人知的罪证。 就连好声音的导师们恐怕都要紧张起来, 毕竟事情牵扯得挺深。 还有一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位一直高调的那英姐姐最近可有些不太正常? 据说, 她最近在卖北京的豪宅, 还是个价值4.5亿的大房子, 足足有1150平。 哇, 想想都觉得好奢华。 但问题来了, 这房子可是在李文事件发生后不久挂牌的, 她究竟是要逃离还是套现呢? 她这最近可是活动满满, 参加乐队的夏天三了, 上海春浪音乐节了, 澳门开个唱了, 这么忙还卖房子, 是不是准备大手笔投资新项目? 说实话, 那英姐姐, 你这个时候卖房子, 真是引人猜想。 好声音整个风波, 已经将她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社交媒体上满满的都是讨论她的声音, 真是不好受。 最近, 她的线下活动也一个接一个地取消了, 理由是生病,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的问题, 就连她的综艺节目也变得岌岌可危, 随着制片人被抓, 好声音参与录制的人恐怕都要被牵扯进去,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了, 这些都只是媒体的报道, 还没有实质性证据,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 但是不管怎样, 这次那英可没那么轻松了, 可能真的要面对些麻烦了。 总之, 娱乐圈的事情真是一个接一个, 真是说的没错, 艺人应该是未曾学艺, 先学做人, 要是人做得不好, 哪怕再有才华, 也是白大。 大家怎么看呢? 那英庭演杨坤被巢, 汪峰离婚。 这一次只有刀狼成为了赢家, 或许刀狼从未想过要赢谁, 但是大众就想让刀狼好好赢一次。 这一次刀狼是真的赢了, 而其他人也确实输了。 时隔三个月, 刀狼笑着再次唱起了《罗刹海誓》, 依然还是发布在了他的短视频账号, 又是一阵狂欢。 毕竟等这首歌, 大众等了好久, 罗刹海誓还是罗刹海誓, 刀狼还是刀狼, 可是周遭已经物是人非, 好声音停播了, 那音停演了, 汪峰也离婚了。 刀狼尽情演唱, 不经意间的, 一笑让人浮想连篇, 可以说他在享受音乐, 也可以说他在尽情地嘲讽。 毕竟如今来看, 他是真的笑到了最后。 咦, 中国好声音停播, 这个夏天, 在争议之下, 中国好声音, 仅仅播出四期, 就宣告了停播, 升级改版已然是常态, 这一季不仅四大导师全部更换, 又新增明选赛道, 想要, 挽救日渐下滑的好声音, 结果无济于事, 从官宣开始就争议不断, 当然伴随着刀狼新歌《罗刹海誓》, 的发布, 一句未曾开言先转定形象贴切的演唱, 更是火上浇油, 当然真正催垮好声音的还是李文录音事件, 而这一事件不过是所有问题积累的爆发, 好声音怎么也不会想到原本以为信誓旦旦大刀阔斧的改版, 最终锦, 仅止播出了四期节目, 就再也无缘和大众见面了, 因为他得罪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所有民众, 中国好声音, 始于2012年, 终于2023年, 当然, 未来依然有可能回归, 但如若还是老样子, 那就是名存实亡, 12年, 谈纸一挥间, 曾经的每个夏天, 大街小巷都是在讨论着中国好声音, 可是, 如今早已成为了过街人人喊打的老鼠, 诞生过的11位冠军, 发展参差不齐, 有些没有获得很好名次的, 反倒弯道超车, 这就是好声音的尴尬之处, 好声音在音乐史上有过贡献, 可终究还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如今我们, 还是会怀念那个夏天, 那个三五好友一起围观一起讨论的日子, 不管是童年, 还是青春, 总只有过美好的回忆, 但是看到如今的好声音, 只有唏嘘和遗憾, 二, 纳因停演, 8月22日, 纳因因为身体欠佳, 请辞春浪音乐节上海, 站的演出, 8月29日, 纳因又因为健康状况, 取消了澳门演唱会, 看到这样的消息, 加上爆出的各种新闻, 显然, 身体原因, 健康状况, 这些都是借口而已, 毕竟距离演出活动, 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而当时的纳因无疑, 正处于风口浪尖, 先是刀狼新歌带来的影响, 然后是好声音停播带来的影响, 两者向架, 身处危机之中的纳因就, 暂时隐退了, 靠着浪姐儿, 纳因事业回暖, 但没想到55岁的他, 却开始玩起了真人秀, 而他这样的性格, 自然就会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 综艺, 从未断过, 如今说, 纳因事综艺咖那是一点也不为过, 除了自己专业方向的综艺, 还有跨专业的, 诸如蒙探探探案,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二, 向往的生活, 中餐厅, 当纳因早已偏离了航向, 曾经的纳因有多么火, 如今的纳因就有多么夸, 甚至还不及一个模仿他的网红浙音, 毕竟不是纳因追不起, 而是这因更有性价比, 曾经的乐坛天后, 如今的综艺混子, 纳因这些年一直都在, 肯老本,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代过去了, 但依然活在过去, 可是如今面对危机, 不得不低调了, 毕竟都这个年纪, 乐不想毁掉好不容积累起来的口碑, 如今所遭遇的, 是他必须要面对的, 也可以说是对过去所做一切付出的代价。 三,杨坤被吵。 杨坤是最先开始回应刀狼新歌争议的, 网友说道差不多可以收场了, 别绑架底层了, 被你骂的, 也是底层。 罗刹海事这哥可能骂的就是你哦。 他直接留言评论, 最后一句说对了, 此后他自己也发布了新歌, 白居过戏。 却遭遇群嘲, 被质疑蹭刀狼热度。 如今的杨坤和纳英一样, 但实际上远远不如纳英, 和纳英一样啃着老本。 但不如, 纳英那样火爆。 四,汪峰离婚。 汪峰或许是最为高调的, 先是发了一段长视频, 回应了刀狼新歌争议。 他否认了, 过往恩怨对刀狼只有万分尊重, 给新专辑打93分, 变得圆滑事故温和了些, 不再像以前那么不可一世了。 然后, 在微博音乐盛典上, 汪峰获得了年度榜样音乐人。 他更是去现场领了奖, 此后又到了清华大学做讲座。 汪峰首次, 回应了汪峰定律热搜梗。 没想到几天后, 汪峰就和张子怡官宣离婚了。 这一次不仅汪峰定律再次灵验, 而他, 自己也是终于登上了头条, 一人直接燃爆了热搜榜。 离婚对于汪峰早已是常态, 可这一次还是不太一样。 毕竟是他, 有史以来最为长久的一次婚姻, 而且又是国际巨星张子怡。 可依然没有走到最后, 汪峰第四次离了婚。 当然, 这一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高调的。 从演唱会的八分钟表白, 到高调求婚, 再到结婚生子, 一直到如今离婚, 可谓, 一路高调。 而这段婚恋, 也是让汪峰事业开启了又一春。 但终究汪峰整个事业又再度滑落。 从报家街43号到, 新一代摇滚领军人物, 直至被奉为摇滚教父, 汪峰曾经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在华语乐坛占据着重要一席。 可是如今, 不管是事业, 还是婚姻, 都一塌糊涂。 这三个多月, 好声音停播, 那音停演, 杨坤被吵, 汪峰离婚, 只有刀郎在, 一路狂飙。 那音55岁了, 杨坤50岁了, 汪峰52岁了, 刀郎也是52岁了, 都已经年过半百, 进入了人生下半, 成, 可是有人却成为混子, 啃着老本只顾圈钱, 遭遇口碑危机, 事业一路下滑, 有人十年磨一剑, 苦心钻研, 潜心创作, 再度封神, 事业一路飞升, 尽管过往都辉煌过, 但是这半生走来, 真的是, 大相径庭, 如今的结果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出走半生, 有人变了样, 有人初心不改, 这一次, 刀郎无疑成为了最大, 赢家笑到了最后,